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那个情绪是一个有点像历史的伤痕 一首龙的传人一红四十年 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会造成七零年代的校园学子 奋而起义唱自己的歌 在台上抛掉了可乐瓶大声喊出 为什么唱的都是西洋作品 我们自己的作品在哪里 敬请收看两岸秘密档案青春万岁校园民谣 在华语歌坛有这么一首歌 他传唱了几十年 几乎人人都会唱上几句 对了 就是这首由李建复所演唱的《龙的传人》 这首歌后来经由香港歌手张明敏 以及关正杰的演艺番唱 逐渐传入了中国大陆 由于歌曲意境充满了强烈的民族色彩 在两岸三地迅速走红 几乎人人都会唱 而《龙的传人》也唱出了台湾整个校园民谣时代 唱出了中国山水的美好 唱出了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到了今年2015年 台湾校园民谣迈入了四十周年 我们要带您一起进入台湾校园民谣时代 看看当年的心心学子 是如何追寻文化的根 如何演唱青春的歌 2005年校园民谣三十年 《龙的传人》原唱者李建复 找来词曲作者侯德剑 一起站上舞台再唱《龙的传人》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创作于1979年的《龙的传人》 激活了当时年轻学子的民族意识与爱国心 侯德剑创作的这首《龙的传人》 永叹家园山水的美好 悼念列强七陵的历史 期盼动乱局势下 炎黄子孙仍能忠贞于民族身份认同 这种悲壮情怀切中千万华人心思 歌曲一出随即在校园中流行传唱 获得许多回响 辗转被唱片公司相中 龙的传人与当时刚出道的李建复 擦出火花 这首歌辗转地投到了陶晓星小姐的广播节目 然后呢 在接受的广播节目转接到唱片公司 新歌唱片公司 那时候刚好我那一年 我前面几个月的时候参加他们的 这家唱片公司的金运奖 那个歌唱比赛 我其实跟现代的所有的歌手都一样 大多数都是参加选秀出来的 历史的伤痕 国际情势的变化 让七零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情绪激昂 抗衡西方文化的浪潮 一波接着一波 成为激发校园民谣 蓬勃的起始点 渴望唱自己的歌 青年学子提笔创作 以诗入歌 大学生把对生活 对社会的想法 作为素材来创作 一首龙的传人传唱度高 成为台湾校园民谣的最佳代表 唱片公司的崛起 促成辉煌鼎盛 如同金石的歌唱选秀比赛 当年台湾有金格唱片主办的金韵奖 与海山唱片主办的民谣风 将校园民谣氛围炒到最高点 因为当时的校园民谣的运动 其实就是这样起来的 因为有一个比赛 聚集了很多人 聚集很多人 它就变成一种力量 它变成一种发展的力量 1975年的6月6号 被誉为台湾现代民谣之父的杨璇和胡德夫 在台北市中山堂 举行了一场中国现代民谣之夜演唱会 在这场演唱会当中 最受瞩目的 是把手杨璇以余光中白玉苦瓜诗集当中的诗 所谱取的民谣 要知道 在当年除了西洋流行音乐 本土音乐的主题 多为灯红酒绿浪子新生 像这样的一场演唱会 在座的学生还有知识分子 终于找到了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种可能 还有另一个触发现代民谣发展的转折点 就是著名的淡江事件 1976年 在淡江文理学院 也就是今天的淡江大学 一场西洋民歌演唱会上 有一位青年画家李双泽 在台上抛掉了可乐瓶 大声喊出 为什么唱的都是西洋作品 我们自己的作品在哪里 他登高一呼 唱自己的歌 然后拿起了吉他 开始演唱自己改写奖勋的少年中国 立刻获得了台下同学们的热情回应 李双泽的发声 代表所有热爱音乐 并且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 喊出了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有力的声音 也正是在全台的校园席卷起一股民谣风潮 1976年 台湾的淡江大学 一场西洋民歌演唱会 原本该由校园歌手胡德夫上场表演 却因不改由李双泽上阵 意外地演变成淡江事件 因为我前一个晚上跟人家打架了 整个脸都不堪 还有牙齿都打掉 忽然上台拿着可口可乐 说我可口可乐从台湾喝到纽约 我唱Botbillon从台湾唱到纽约 可是我们也没有自己的歌 小朋友你知道吗 我问此地方哪里呢 李双泽的父亲 是个菲律宾华侨 小时候随着母亲来到台湾 喜欢艺术 喜欢唱歌 当时的国际局势属于冷战中期 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 而等待转变的时代巨轮 簇拥着知识分子逐渐觉醒 面对大量的外来文化 西方食物 饮料 音乐 强势输入 校园中的大学生 流行的是鲍博迪伦 琼贝兹等美国歌手 1976年 在淡江大学的这场音乐会 原本是场西松平常的西洋歌曲演唱会 李双泽的举动 在当时的现场 并非如同今日所知的那样 获得正面评价 其实 现场 徐生连连 陶姐当年就是那场晚会的主持人 因为在台上唱了很多香歌曲 陶姐回顾到当天的现场 其实李双泽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不受欢迎 她其实被看作是来闹场的 底下的学生都是在许她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运动 还没有风起云涌 所以她觉得听西洋歌曲 唱西洋歌曲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她上来讲一大堆话 大家并不希望听 所以站在主持人的立场 陶姐认为说 这个人怎么那么不懂事 来这边闹场 那所以 可是当然这个事情后来 在淡江的校内的周刊上 被让报道出来的时候 就广泛地引起很多的讨论 是事后的人给这个事件 事件赋予了很多很多文化上 或者是社会运动上的一些意义 淡江事件在媒体报道之下 被赋予校园民谣创作的起始意义 李双泽用自己的语言唱自己的歌 令知识分子反思自己的身份认同 也揭开之后二十年 风起云涌的校园创作风潮 回顾当年的时代背景 唱自己的歌 仿佛是青年学子 对于长期接受来自于日本 还有美国的流行音乐品味的一种宣泄 还有反弹 使得早期只在校园里传唱的名歌 突然之间转换成为全台关切的风潮 因而也变成了乐坛的一股清流 当年李双泽抛开了可乐瓶 象征的不是流行饮料 而是疯狂习台的西洋流行音乐 这些大学生想让世人们听到华语流行音乐 该有的节奏 想唱中文歌词 唱出自己的心声 由这样的概念慢慢发酵 全台湾的大学生纷纷响应 创作力也愈发的蓬勃 1977年台湾新阁唱片创办了金韵奖 1978年海山唱片则开办了民谣风 两大势力互相激荡 台湾的校园民谣创作 开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战国时代 这是台湾歌手蔡琴 1979年出道的第一首歌 浑厚的中音惊爆歌坛 当年正是台湾校园民谣 风起云涌的时代 这一年蔡琴参加了台湾海山唱片 以民谣风为主题的歌唱比赛 1979年台湾海山唱片 举进入歌坛出专辑 和蔡琴同时期的知名校园民谣歌手 还有叶佳修 背把吉他配上清新歌词 这首歌十足民谣风特色 描述乡村情怀儿时情境的 还有这首《外婆的澎湖湾》 知识分子投入音乐创作 开启诗歌和音乐结合的序幕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 校园民谣发展的高峰期 除了海山唱片的民谣风之外 1977年领先一部举办比赛的 是台湾新格唱片 两大唱片公司相互竞争 抢歌手抢创作 相互之间敌对感十足 但良性竞争也激荡出许多创作火花 为校园民谣歌手提供发挥的舞台 金阁先办海山后办 所以后来就变成金阳奖的民谣风 其实同样一批歌手 学生他有很多人同时参加了两个比赛 只是金阳奖先办的第一届很红 那海山第二年就跟着办民谣风 那第二年的第二届的金阳奖的冠军 也是第一届民谣风的冠军 都是其余 唱片公司之间因为夹杂商业考虑 星格海山敌对气氛浓厚 但歌手之间却相互流通 其余是这两大比赛北一的双料冠军 金阳奖以轻轻诗词入歌 抒发民族情怀 民谣风则集中创作人情土经的乡土人情歌曲 两大唱片公司形成各自特色 其中1979年其余的橄榄树专辑 和1980年李建復的龙的传人 将星格唱片主办的金阳奖声势带到了顶峰 巨龙巨龙的擦亮眼 永永远远的擦亮眼 校园名谣初期作品 一般来说都是歌詠山水之美 青春之情 旋律自然单纯 歌词朴素无华 70年代后 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随着侯德剑 罗大佑 李太祥等人的加入 校园名谣运动有了直的跳跃 比起初期淳朴无瑕 多了人文精神还有社会责任 大量的歌曲谱上了名家的诗作 例如三毛 余光忠 习慕容 李敖 蒋勋等台湾本土作家 都随着作品的流传 将台湾校园名谣运动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旋律简单却朗朗上口 校园名谣诉说着 710到80年代台湾大学生对生活 对感情对大时代的想法 我想以校园名歌的参与者来做定义的话 几个简单的原则 第一个歌曲的创作人是学生 第二个就是歌曲的演唱人是学生 为什么这样定义就是 这有别于当时流行音乐歌坛他们的不同的脉络 所以我认为校园名歌呢 它并不是自外于流行音乐歌坛 它应该是流行音乐的另外一个发展的脉络 好想换一把吉他 要去买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学生真的非常的朴实 买任何一个东西 你都是想了又想算了又算 因为这个钱是你自己赚来的 所以那把吉他呢 我是终于选中了 可是要付钱的时候 哎 旁边贴了一个海报 随随便写一个海报 说楼下有个歌唱比赛 很吸引我们这些学生 因为他们一二三四五名啊 我都不管后面奖金多少钱 一定是第一名比较多 第五名比较少 但他前面都一样 吉他一把 没有形象包装 没有炫技转音 凭借纯粹的自然歌声 和一把吉他就开唱 在新德唱片 以及海山唱片的推波助澜之下 民谣唱片产业逐渐形成 参加金运奖民谣风比赛的歌手 集结出唱片 80年代初盗版猖獗 但龙的传人的专辑 仅官方销售量就突破了11万张 唱片公司私下统计 如果算上盗版销售情况 龙的传人销售数字恐怕破百万 校园民谣在这个时期达到巅峰 影响了后来华语流行歌曲的发展走向 成长 长城以后是龙的团人 1982年 催化校园民谣运动 蓬勃发展的金运奖停办了 而创办民谣风的海山唱片 也在这一年结束了营业 这一年是台湾校园民谣没落的起点 华语流行歌曲也开始转变 罗大佑 李宗盛 陈秀南 黄大军 周志平这几位都是从校园民谣时期就开始创作的创作人 在校园民谣落寞之后 各自在不同的唱片公司继续创作 李宗盛和陈秀南这两位 他们曾经和其他三位团员共同组成过木吉他合唱团 在1979年的第三届金运奖歌唱比赛当中 获得了优胜 并且在1982年出版了一张木吉他合集 大受欢迎 而校园民谣世代的结束之后 李宗盛继续创作不坠 成为今天的情歌大师 在台湾民歌三十年演唱会的舞台上 校园民谣时期的火红团体木吉他合唱团 再度集结献唱 这首散场电影是他们当年的成名曲 歌词曲风质朴清纯 展现了校园民谣的高水平 其中有一位成员至今仍旧活跃于华语歌坛 他就是有华语流行乐团 琴歌教父之称的李宗盛 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她在民歌的时代 她其实是参加一个合唱团 叫木吉他合唱团 所以是一个歌手的角色 有创作可是我觉得 我印象中创作并不多 她是后来跟几位制作人的身边 比如陈志远 李寿泉 或者是侯德剑 他们在制作唱片的时候 她在旁边学习了很多 那个时候呢 是以团体为主 然后他们没有个人 去表达的一个机会 他们就是歌很好听 然后以这个歌声优美 很和谐这个著称 那一直到后来她进了拍谱唱片 开始在制作唱片 开始帮人家写歌 其实她的音乐风格已经不太一样 她的音乐风格其实是比较接近流行的 不像早期木吉他 因为大家都在弹吉他 会觉得是一种民谣的风格 那到了拍谱唱片 帮正宜做唱片 帮一些不同的歌手做唱片 她已经是进入流行音乐的部分 从校园民谣时期就孕育创作的养分 李宗胜和李建復同期参加金运奖 70年代跟着木吉他合唱团唱变校园 尽管创作不多 但李宗胜演唱经验十足 之后李宗胜转入唱片公司做幕后 从拍谱唱片到滚石唱片 开始为歌手量身打造专辑歌曲 写女人的歌 写对生活的感受 在华语歌坛创作力最丰沛的90年代 李宗胜用深刻的笔触 创造出一首首的好歌 也捧出许多当代歌手 进了滚石之后 他在创作 尤其在情歌方面的创作 非常非常地 非常非常厉害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 说过去的作品 大部分是在那个时期 也就是我刚刚讲80年代 90年代的 过一过去到巅峰的时候 那那个巅峰时代 培养了很多像陈述华 和其他的所有人 其他的歌手 李宗胜的情歌写得动人 感情流淌在词曲异境之间 触动心弦 让听者掉泪 能够这么动人 是因为李宗胜写的是自己的故事 唱的是自己的真心 李宗胜有过三段婚姻 而最为人熟知的是后两段 与朱卫英林一连的婚姻 每一段感情都轰轰烈烈 他将这些心情写成了歌 人生的苦难 都是必然 所以你不用去想这些东西 因为苦难跟麻烦会跑来 自己跑来找你 为什么李老师可以从年轻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到小巨蛋 这么大的一个演唱会 仍然这么多人去捧唱 演唱会爆满 就是因为他在每个不同的时期 他也写出每个不同时期 不同的年纪 就新生的共鸣 不知悲倦的翻阅 每一个山丘 越过山丘 虽然你白了头 念完医学院 却去搞音乐 父亲眼中的头痛人物 如何成为如今的音乐教父 在当时的台湾呢 当个医生可以说是人人称献的职业 他代表了收入高 身份地位高 可是罗大佑 却放弃了医生之路 罗大佑如何奠定他的地位 台湾校园民谣 又为何走入末日 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除了李宗盛之外 罗大佑也是从台湾校园民谣时代起 就是个拔尖的人物 他所作的陆港小镇 在台湾可以说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名曲 体现出在70年代的台湾 有许多人离乡背景 到大城市打工赚钱的心情 罗大佑的歌曲 充满了人亲土亲的关怀 让校园民谣时代产生了职的变化 罗大佑其实来自于一个医生世家 他自己本身念的也是医学 在当时的台湾呢 当个医生可以说是人人称宪的职业 他代表了收入高 身份地位高 可是罗大佑却放弃了医生之路 选择了在人人眼中会穷途潦倒的音乐之路 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组乐团玩音乐 一路唱到了现在 罗大佑成为了两岸三地华语音乐的教父级人物 这首《路港小镇》是罗大佑1982年第一张专辑中的歌曲 浓浓的个人风格 唱年轻人到大城市闯荡的不适应 唱对家乡的怀念 唱这个八十年代台湾人的普世生活 罗大佑来自医生世家 严格的家教让他大学选择了医学系 但身体里的叛逆血液 却让罗大佑在念完七年的医学教育后 当了一个歌手 那个时候我叛逆 可是我爸爸很不开心 学生时代 罗大佑就在学校组乐团创作 尽管取得过医生执照 也接受过放射科医生训练 但罗大佑依然毅然决然地往唱歌的路走 他持续创作投稿到各大唱片公司 终于获得滚石唱片的赏识 1981年制作了张爱佳的童年 紧接着第二年 1982年 罗大佑出版个人创作专辑 歌曲唱的是对大时代的看法 当时的台湾社会处于戒严时期 许多不为台湾当局所容的歌曲遭到进播 罗大佑曾经因此沮丧 但他依然顾我坚持这样的创作 我觉得1980年那个时候歌词 知乎者也那个同名的专辑那首歌 知乎者也就送成就没过嘛 所以那个时候知之为知之 这首歌的这个歌是没有过的 这首歌在电视跟1982年出的知乎者也这个歌是电视跟广播都不能播的 都不能播的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写的歌不能播放的时候 其实那个挫折感会蛮大的 不过除了这些表达对时事看法的歌曲 罗大佑也谈爱情 也唱回忆 从校园民谣时期创作萌芽到华语乐团发展巅峰 罗大佑坚持原创 坚持唱自己的歌 延续了校园民谣精神 也影响了两岸三地音乐的发展 也因此他被称为音乐教父 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台湾民谣西餐厅林立 三五好友到民谣餐厅听听歌 仿佛成了全民运动 同时许多歌手也是在民谣西餐厅当中 被唱片公司所挖掘的 在校园当中 除了有清新路线的创作 也有重金属摇滚乐团的产生 热门音乐大赛让张宇生一炮而红 他的创作不只是将自己推向了演艺之路 也造就了当今的亚洲天后张惠妹 华语流行歌曲 从校园民谣再转型 开创了另一股流行音乐的旋风 校园民谣发展到90年代 开始进入转型 从单纯的吉他伴奏 走向摇滚乐团的年轻创作 张宇生的年代 应该是在大学城的中期 其实那个时候 校园民谣 我说已经跟流行音乐 其实已经 几乎合一了 对 那那个时候 另外有两个比赛吧 他比较偏向于摇滚乐团的 一个就是热门音乐大赛 张宇生就参加这个比赛 他是Metal Kid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会吸收很多不同的音乐元素 那有一批人 可能一开始吸收 就是西洋的音乐元素 所以他比较会偏向于摇滚 所以同时 其实在社会上 也会有一个比赛 是否摇滚的 大文是属于乐团的 最佳主唱 Metal Kid 张宇生 当时的校园歌曲 除了淳朴的小清新创作 还有另一个分支 就是摇滚乐团 1988年 张宇生和他的乐团 Metal Kid 金属小子 参加第一届热门音乐大赛 获得优胜 张宇生的表现 令人眼睛一亮 赢得最佳主唱的殊荣 也因为张宇生的特殊嗓音 被制作人翁孝良延揽 从清新校园 走进流行乐团 我知道 我以为的不是吗 天天想你 天天问自己 张宇生 他虽然早期也是 在学校里面就玩乐团 玩band的 但是他真的进入流行音乐歌坛的时候 其实 他很少自己的作品 一开始也是制作人 帮他量身定作 虽然我们印象里面 他的image 他的形象 还是保有所谓的学生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清新外景 好学生倾向 在90年代的歌坛很吃香 张宇生唱红许多歌曲 但逐渐也想走出商业操作 唱自己的歌 1993年后 张宇生的专辑曲风逐渐转变 开始唱自己想说的 唱对人生时事的看法 除了唱歌 张宇生也开始做幕后制作 做舞台剧音乐 发掘新人 张宇生最为人熟知的是 捧红了阿妹张慧妹 后来他已经把自己 慢慢转变成是一个 比较成熟 比较多方位的 一个音乐创作人 一直到他发掘了张慧妹 其实这个事情在歌坛上 也有很多的例子 就是从我们可能 自己是一个歌手 或者只是一个创作人 慢慢成熟 可能变成一个音乐制作人 到最后我们可能发掘了 一个新一代的歌手 或是新一辈的创作人 他其实就是一个 传承的精神 但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一直在提的 原创原创 就是你听到一个声音 它是不是有独特性 它有独特性 那就叫做原创 所以我相信 张宇生碰到张慧妹 也是看到这位歌手 也是看到这位歌手的原创心 原来你 什么都不想要 80年代末期 被界定为后校园民谣时期 随着台湾草根文化的兴起 让校园民谣逐渐没落 台湾的本土文化 与中国大陆来的外省文化 两相难容 产生了族群意识的分歧 以普通话发音的校园民谣 和传统闽南语系的歌曲创作之间 产生了争议 除此之外 9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氛围开始转型 国际型的唱片公司进入了台湾 用商业化的行销手法作为包装 导致单纯以吉他伴唱 走淳朴校园风的歌手难以生存 自此民谣时代宣告结束 我们说校园民谣的这个整个的脉络 从杨选老师开始拿一些古诗词来谱曲 然后到金命奖 到明耀峰 到后期的大学程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大学程是1983到1993 到了已经就90年代了 那意思是什么 这时候流行音乐 已经蓬勃发展 也不像早期 可能五六零年代的流行音乐了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民歌 它不是陌落 它是潜伏在流行音乐里面 天天天来 就我想他也来 台湾校园民谣的发展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这是一段创作力丰沛 活力十足的时期 校园民谣发展到90年代 逐渐开始转型 木班车由某电视台的 大专创作歌谣比赛成接 张青芳 林荣璇 台正肖等知名的台湾歌手 都是那个时期出道的 天地能月亮 参赛 新养 当我已更像 唐抄 花 大专门 小专门 兒 这个时期学生创作不再单纯以吉他伴奏 乐器使用旋律设计多元丰富 校园创作歌曲的比赛也以多样形式举办 新人辈出 而在此时李建復 蔡琴 李寿泉 苏来等人 为了追求音乐的更高层次 脱离唱片公司自主天水月籍 事后来看那个时候 感觉上好像那个时候名格没落了 那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里面 并没有这样感觉 只觉得说我们需要做一点突破 那曲风上要做突破 那诗词就是歌词上面 它的深度希望更有文学性 可以讲到讲述更多 比较大的 比较长的一些创作 哪有姑娘不带华 哪有少年不吃吗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想法跟流行音乐 其实是不... 它的原理是不太一致的 因为要让一首歌很快地传唱 就让它要好唱嘛 然后歌词也不要太长 可是我们希望它承载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到后来做的曲子 有一首曲 超过十分钟的 那歌词也很长 也很深奥 那我后来做过 我们《天水月集》做过 《柴拉格汉》的短辑 那那个歌是非常长 而且讲一个蒙古 塞外英雄的故事 从头讲到尾十几分钟 那其实听得很过瘾 可是听完会有点累 而且他也不会想要去跟着唱 因为太难唱 校园明瑶在90年代后开始分流 《天水月集》一派 期盼赋予民谣更多使命 创作以大时代诗词为灵感 但却让歌曲变得冗长傲口 难以广受青睐 而另一端 由大专创作歌谣比赛歌手出身的 新兴势力 此曲创作融合新流行因素 维持简单朗朗上口的特性 逐渐和当代华语流行歌曲合而为一 那事实上 现代校园里面仍然有很多的创作力 我们从很多 现在大专院校里面 仍然他们办有校内的所谓的创作比赛 或歌唱比赛 其实发现这个活种一直都在 只是就像我 时至今日 校园明瑶已经成为了台湾1960年代 到1970年代所成长的这代人怀旧的象征 如今 每当我们再度听到那些动人的旋律 就好像在向那个年代挥手致意 他们的美好 值得我们慢慢品味 第一 time 第一 time 我离开 应该结束 我后面 后面 我 只是 不再 我 你 ? 5 5 3 7 7 5